话说在东北的大山里住着几户人家 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 直通镇子里 这山里的杂草都有一人来搞 树林非常的茂密 正是这样的环境 这里的野生动物特别多 你像野猪 袍子 满山都是 可是这里同样也有很多的狼 一到晚上兽候狼嚎特别的吓人 在这里住的人们都以打猎为生 这家家都有打猎用的弓箭 在这个地方住着一户姓花的人家 一对老夫妻的老莱德子 而且还是个儿子 所以格外的疼爱 由于这个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 力气又特别的大 老两口就给他取名叫小牛子 当地的几户人家 见了花家的小牛子 都称呼他为花牛子 咱也不知道这老两口怎么想的 给这儿子起的这个名 由于此地偏僻 山林里的野兽又多 这花牛子的父母很少让他出门 每天都不放心让他自己待在家里 生怕被野兽给叼走了 可是花牛子从小就特别的顽皮 经常偷偷的跑出去玩 有时候还拿着棍子弓箭等东西 在院子里比划乱射 转眼见花牛子已经十多岁了 这一天妈妈带着他出去溜达 他们娘俩一路走 花牛子不停地乱跑 根本就停不下来 当他们路过一个小河边的时候 花牛子不再乱跑了 而是好奇地盯着河里 原来河里有很多又肥又大的鱼 妈妈见状不禁欣慰地笑了 并对花牛子说道 你爸不在 要是他在的话 咱们家今晚就有鱼肉吃了 花牛子一听妈妈的话 对着妈妈笑了笑 随手在河边抓起了一把小石子 朝着河里扔去 妈妈被花牛子的举动逗乐了 心想着果然是个孩子 用石头怎么可能打到鱼呢 不过妈妈的笑容很快就僵住了 变成了惊讶 只见随着花牛子扔的石头落入水中 一条条翻白的鱼 纷纷漂浮在了水面上 妈妈看着河面上漂浮的鱼 是又惊又喜 赶忙下河把翻白的鱼都捞了起来 晚上回家做了一大盆鱼 全家人一边吃鱼 妈妈一边把白天花牛子 用石头打鱼的事情 讲给了父亲听 父亲听后对母亲说 哎呀 咱家孩子长大了 也该带他呀 到大山里闯一闯了 第二天清早 父亲呢 就带着花牛子 背上弓箭走向了大山深处 仅有十几岁的花牛子 仿佛天生就是一个猎手一样 父亲只要一点 他立马就吐 尤其是射箭方面特别的准 就连他这个打了三十多年的老猎人也自亏不如 花牛子并没有因此而骄傲 反而是越来越起劲 每天跟着父亲走出晚归 周边的大山都让他走了个遍 每次回来都能收获满满的猎物 有时候还能打着灰狼 这自从花牛子参与打猎之后 一家人的收获和从前相比 多了两倍都不止 家里的生活呢 明显就富裕了起来 妈妈看儿子这早出晚归的 几个月来一天也没休息 心疼儿子就找个借口 让花牛子在家放牛 这实则是想让他好好歇息几天 这花牛子虽然依然想去打猎 不过他很听话 很不情愿的就在家放起了牛 花牛子家的大花牛也长得特别壮士 而且还很同人性 又和花牛子同名 所以大花牛和花牛子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花牛子抚摸他 他都会舒服的冲着花牛子叫 就这样 花牛子和大花牛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过了一天 到了晚上 花牛子牵着大花牛回家的时候 却不见父亲的身影 这按照往常的时间 父亲早就该回来了 这毕竟山里一旦黑了天 那是非常危险的 花牛子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拿起弓箭就打算出去寻找父亲 可是被母亲死死的拦住了 无奈 他们母子二人只好在家里等着 这等来等去 结果父亲一夜都没有消息 这可把母子给击坏了 第二天早上 母子分头出去寻找 结果在一条山沟里 发现了父亲血淋淋的尸体 原来父亲在打猎的时候遇到了狼群 从此之后 母亲再也不让花牛子上山了 可是花牛子却对母亲说 您放心 我必须得去山上将这些害人的狼给除掉 妈你不用担心 只有把这条沟里的恶狼除掉 百姓们才能安心的过生活 母亲虽然百般劝阻 可是花牛子性格倔强 母亲实在没办法 便依了花牛子 从此以后 花牛便每天上山打猎 但只要看到狼 就立刻穷追猛射 很快 他的名气就在当地传开了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好猎手 而花牛子却不知道 在他疯狂杀狼的同时 他也被狼群盯上了 有这么一天 花牛子和往常一样上山打猎 看看天还早 就拉着大花牛到山坡上去放 他把大花牛拉到一个山沟里 让他自己吃草 他自己就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 由于花牛子这段时间 天天东奔西跑的打猎 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 坐着坐着 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 就在花牛子睡熟的时候 草丛里已经有一双双眼睛 在盯着他们了 这大花牛正在吃草 突然间听到草丛里有动静 立马就警觉起来 朝着花牛子叫了几声 可是花牛子睡得太死 根本就没有反应 躲在草丛中的狼健壮 胆子也大了起来 纷纷走出来向花牛子逼近 这大花牛一看情况不妙 立刻就挡在了花牛子身前 与狼对视起来 面前一共有五只狼 一只牛肯定不是对手 不过大花牛为了保护主人 没有选择逃跑 与这五只狼打到了一块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大花牛异常的勇猛 居然顶死了三只狼 可是他浑身也是伤痕累累 这个时候 花牛子被打斗声吵醒了 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看到眼前的景象 立马拿起了弓箭 狼见识不好 立马就把嘴插到了土里 开始嚎叫 因为据说 狼把嘴插到土里嚎叫 声音会传出很远 花牛子看见狼这个举动 知道他在叫同伴来 立马就大功射箭 两只狼就这样被射死了 看见气喘吁吁 伤痕累累的大花牛站在一旁 花牛子心疼不已 赶紧就牵着大花牛往家走 可是就在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发现不对劲 只见山林剑一道道黑影闪动 转眼见就出现了一大群狼 将一人一牛团团的给围住了 花牛子见这么多狼 这肯定是跑不了了 心一横 干脆就和狼拼了 正好趁机把山里的狼一网打进 想到这里分身上树大功射箭 转眼见几头狼就被射死 这一下子狼群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怒了 纷纷向前冲去 这大花牛也没有跑 在树下和狼开始激烈的厮杀 就这样 一人一牛转眼间就把狼群给消灭了大半 可是狼的攻势依然凶猛 大花牛更是伤和勒勒 花牛子身上的剑也射光了 这个时候 树下只剩几只狼了 花牛子飞身跳下树 用弓一顿横扫 将剩下的几只狼也纷纷打死 这时只见大花牛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死了 后来啊 花牛子回到村里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乡亲们 大家伙纷纷上山 将狼的尸体都扛回家 每餐了一顿 村里人特别感激花牛子 为民除害的举动 可花牛子却说 这里还有大花牛的功劳呢 村民们纷纷说道 对 咱们这里啊 全靠你们一人一牛了 后来啊 在这里一提花牛 谁都知道 一提花牛 大家更是佩服 这久而久之 这里搬来了一户又一户的人家 凑成了一个谱子 人们呢 便管这个谱子 叫花牛谱子 而这个花